感谢天恩师德 特学昨天晚上才从国外回来 一回到家门听先生说 有两个台风会过来 但是可能过门不入 我想带来一些风雨 滋润这个大地 进化一下甘情 对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是有帮助的 所以诚如我们刚刚的操持的人讲 台湾的人对于神明的信仰 这种是普遍性的 所以善气确确实实 可以带来一些灾恶的变化 可以帮助我们去趋吉弟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让大家一起来为善来向道的时候 对于我们整个地球所产生进化的力量 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刚刚我们听圣歌的时候 上面有讲一句歌词 叫做一人一种命 也不要去怨天去游人 确确实实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来的命格 如果我们得到一个好的命 各方面都是轻松愉快 我这一生就觉得心轻气爽 但是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总是挫折痛苦 比喜悦的机会来得多 如果我们没有学到 我们会对于自己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 尤其是困惑的事情 我们都归注于外在环境的不公平 把好的视之为理所当然 把一些自己遭受到的不平等的对待 认为是外在环境的责任 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研究各教经典 前学们应该很清楚的一个 掌握住一个大方针 那就是所有你生命当中 五轮关系 不论是人物 事情 经济 点点滴滴 大大小小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物 都是你多生多结 有意无意 把它放在你的生活层面里面 过去与人多结善缘 这一生就处处如鱼得水 过去如果我们得理不饶人 过去如果我们仗势欺人 过去如果我们处处与人计较 与人争夺 那你这一生就命运坎坷处处行不得也 所以命运的好坏 是由自己铺陈的 或许在国外的时候 跟那些的年轻人在聊天 其实我纠结出来所有的问题 跟我们学究这个中庸儒家的思想 有很大的帮助 假如我们把圣人的礼物弄清楚了 修到了真正的意涵 我们搞明白了 然后把所知的意理 放在我们的生活层面 那今生来世 我们就不会遇到相同的困惑 我所碰到的问题 大概不外这几种 第一个 现在的人生孩子生得少 所以各个都释入宝贝 然后年轻人都是双心 所以需要家长来照顾 那多半现在是女权至上 所以就由女方的母亲 开始进入照顾 然后男方的父母亲 就多多少少 有一点不畅快 为什么 因为在自己的屋檐下面 还有另外一方的家长进来 然后自己的儿子 媳妇 孙子 孙女 全部都一心 向着外公外婆 你想那个滋味会好受吗 所以当他遇到了 亲家双方 有了争执以后 女方的人觉得委屈 男方的人也觉得痛苦 他们就问后学 这个问题的真结 各位前前 找到你 你怎么处理 你想怎样就怎样吗 你讲错了 英国你就单了 然后有的是母子不合 连带影响到 婆婆对媳妇的感情 这都是住在一起 然后夫妻之间的一个 不太好的 不合理的关系 造成了夫妻关系的一个 所谓的崩溃 然后太太就有亲身的面头 然后有的人是傻也没问题 但是偏偏有自己的理想志愿 认为我不应该这一生就如此相夫教子 我应该有我的雄心壮志 有我的宏图大猎 所以尽管家里面不欠他一毛钱 他愿意去外面 去招酒玩物 因为那是他的什么 人生的一个远程的计划 这样子一做 又把家庭给放下 所以公婆不骂 然后还有自己的女儿行为有的差池 那个娘家的母亲就牵肠挂肚 忧心忡忡 那还有自己的儿子从事的工作不正当 做母亲的开始没有警觉 赚了十年的滚滚而来的财富 现在因果现前的事业一踏涂地了 家徒四壁了 才亚然惊觉 儿子的后半生怎么办 我的后半生怎么办 你到了六十多岁 你才想到你的后半生怎么办 那当初你的孩子经营不正的行业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劝导 你反而火上添财 放高利贷 这个行业能做吗 然后夫妻的争吵关系大打出手 不养家 老婆要离婚 不是过刚就是过柔 过刚就是要离婚 过柔就是要亲生 我遇到的都是这些问题 所以从早张开眼睛就聊啊聊啊聊到晚上睡觉 这些问题在你我的生活难道不会碰到吗 或多或少都有 所以我说啊 人如果不照着道去走 你就必然会把自己逼到死胡同去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自己庆幸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因为我们都在学到 我们虽然大善事没有做多少 总是时时刻刻有一股善念 这个善念让我们这一生在学到以后 能够所谓的安安稳稳的走完我们人生的后半辈子 这是幸福 所以假如今天还有时间 贺学会把人生五行家庭五行 跟各位前嫌做一次戏捧 因为这一次所有下药就是用这个做原理的 而这个原理没有离开 如是道三教经典的内涵 严格来讲 三教圣人所说 没有离开五行的一个原理 只是我们找不到相通性 我们都把五行拿来变成 宿流动静来算命改风水 所以糟蹋了圣人之血 把一个好好的圣人之道 弄成了荒腔走板 所谓的光怪路里 所以假如今天 还有时间就给你们补充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就等以后顺其自然 我们进入到了中庸第十三章 道部章 中庸本来只有上篇跟下篇 后来把它分成三十多章 每一章就是以一句经文的启头 作为章的一个章首的名字 这个所谓的道部章就是 道部远人啊 人之味道而远人 它是不对的 那在这一章里面 孔夫子在跟我们传述什么样的道理呢 他说天命之味性 人因为有这一点灵光 才有四肢百害 行住坐卧 有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所以真正做这个色身肉体的主人的 是那一点灵光 所以这表示人自天而来 那人自天而来 人在这个世界上 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叫做人事 你所应该走的每一条路 叫做你应该走的人道 所谓的每一条路 就是我们五人关系的一个扮演之上 有没有依循着道理去做 所以在先天的时候 是没有作用的 它叫做无为 来到后天 有做有为啊 那一切的作为从哪里着手 从人道去着手 所以我们在道场上 才常说一句话 叫做人道进 天道达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学天道 然后天道从哪里去实现 从你的人道上面去实现 我们在人世间 学佛修道 让我们的处处言行举止 立身处事 都以天道作为我们的准则 天道的特色叫做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一切的作为 都不会为了一己而谋私利 因为无我 所以他才能够敞开心怀 尽他所有的信德 去爱人去尽人 所以我们在取法天道的时候 有看到天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在哪里吗 是告诉你 在现实生活里面 五轮关系的扮演 你要尽可能的以无我作为自己的方针 这个无我就是王凤玲先生所说的 道是用净的 不是用真的 当你体会到无我的核心的时候 你会净自己的本分 而不要求相对的一方 也要对你履行相同的义务 这样子才叫做无我 所以综合我前面所说的 那些人伦关系的一些乱象 是在于哪里 就是在于有我 所以当我付出了 而你没有对等的一个回报的时候 我心就不平了 或者当你付出了 我没有付出 我看到你做得好 得到别人的肯定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个莫名其所以然的妒忌 它就形成了人我关系的一个紧绷了 所以人这一生 轮常关系的好好坏坏 我一直强调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五轮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你人道里面 最明显彰显出你修道成果的 一个具体的表征 我人际关系的好与坏 就彰显出 我们的信德到底开发了多少 你流露的多少 所谓的沉于中行于外嘛 行则住 住则明 明则变 变则化 你内在的道德 如果真正的越来越开发 越达于核心的时候 越趋近于无我 不畏一己谋私的时候 得厚实了 自自然然行诸于外的 就是那么一个 落落大方 大度的一个样子 当我们念念都是为了 一起谋私的时候 你行诸于外的 你必然会伤害到别人 甚至一不留神 你会侵害到别人的权利 而不自觉 而这样的恶 只要日积月累 你不懂得悬崖勒马 不懂得回头是岸 他就种下了未来生 在伦常关系里面 朋友伦 夫妻伦 父子伦 守子伦 你在职场上 尊卑上下的伦常关系 一定出问题 你会觉得处处都是小人 在制走我 所以当你觉得你周遭的朋友里面 小人居多的时候 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你的过去生 必然也是小人啊 因为物以类聚嘛 那如果你觉得你旁边都是君子 我看众生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是凡夫的时候 那表示你的修养到了 那菩萨为什么会跟你去相处呢 因为也是物以类聚嘛 你跟他有相同的磁场 你也是修菩萨道 菩萨才乐于与你为伍 所以当我们在抱怨 外面的人的好好坏坏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了沉淀一下你的情绪 这些好人这些坏人 这些坏人是怎么样会被我们吸引过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在这一生的学道过程里面 在在处处取法天道 什么叫道 人生所当游之路 你应该要去走的路 你应该要办的角色 所以古色人讲 游道则全其身啊 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寻到 去落实自己的行为 他就能够保全 上天赋予他的那一点灵明之性 我们的佛性谁也看不到 但是这个佛性彰显的多广 可以透过我们的四肢法汉 得用彰显出来 就像我们讲 大道无形 大道无情 大道无明 无形无情又无明 请问你 你怎么透过你的六根 去知道大道的存在 你看不到 你闻不到 你摸不到 你听不到 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存在 他无形无情无明之下 他身于天地 他化于万物 没有阴阳二气 万物怎么滋生啊 你是透过道的得用 知道了 宇宙万有里面 有那么一个万物最高的一个主宰 那在我们的身上 看不到我们的佛性 但是透过我们的肢体行为 可以看到 那个佛性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起作用啊 所以没有修到的时候 醒过来照镜子 看眉毛够不够浓啊 对不对 然后脸上够不够洁净啊 那有什么用 活了七十八十 你的皮不可能不皱的 不是应该要多看一看 我今天醒来的时候 有没有那么个菩萨的像吗 有没有菩萨的味道 在我的身上将显出来 当自己看自己不像菩萨的时候 别人看我们 又怎么会把我们当成菩萨看呢 所以以前看表面 现在看里面 里面追 以前追求外面 现在你要往里面去靠近 如果学到学了一辈子 一直往外去追求 其实是离道越来越远的 这就是在十三章 道部章里面 孔夫子要传述给我们的 所以小则孝涕 大则治平 孝涕就是你在家里的角色的扮演 治国平天下 是你把这个大道 透过自己的一个实践 得用彰显 可以往外去感化别人了 所以得越后 你影响的范围层面越广 所以避皆由势而达 所以没有格制城镇 就没有修其治平 而八条目里面 就是天道在人道当中 一个具体的一个落实 我们现在看到经文 子曰 道不远人 人之未道 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刚刚已经讲过 天道由人道里面去彰显出来 而这个天道 就是儒家常讲的中庸之道 名称换了一下 内涵完全没有变 所以你要谈修道 往近的看自己一生的作为 在日用生活里面 我们在处理事情 我们在一言一信的时候 有没有循规道举啊 所以时时刻刻往里面回光环照 而不要一昧的好高骛远 去追求外面的那个得名得像 追求外面的得名得像 就是我做一些好的给人家看 我做一些好的来消云解业 各位前贤 我再提醒你 有万多年的罪过错 你要做多少事情 才能消云解业 释远迪迫 释远迫迫使说 众生所造的过 若有具体的形状可以看 一个人所造的过 所造的过 就足以弥漫天地六合 我请问你 你拿那个些微的功德财 你要消多少冤啊 你能解多少孽啊 所以最快的消冤解念的方法 莫过于点燃智慧灯 一灯能灭千年暗 我灭无名我长智慧 智慧一彰显 我不再重蹈过去的自私自利的错了 我才能够把过去的错 至此完全截止 我心信明透过诚心的忏悔 就可以对过去的一切的作为 做一番的洗刷 然后不断的修内 然后有缘则行外 在这样的内外其境之下 我们修到才会越来越有水准 越来越有火候啊 所以只要时时刻刻抱着那颗道心 则心一纯 不勿于须则得意名 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拟 我讲多少课 我渡多少人 我做了多少事 我捐了多少钱 几间的佛堂的建立 有我的一些的功德在里面 这些都叫做虚 这些都叫做求诸于外 所以圣人教我们 求知在己 尽即在我 往里面看自己 我明了多少 我尽可能去做多少 也不需要让自己背负太过于庞大的责任 你如果想要一步登天 常常会摔得鼻气脸肿 所以只要让自己知过能够改过 渐渐的让过错 愈来愈 消于无形就好 不需要让自己有那种 要彻底的改头换面 一日之间我要三百六十度的大环转 当我们过度的鞭策自己 欲速则不打野 通常就得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既然学到 就是从人道去做手 那我们看坊间多少学到的人 老规矩 别看别人 看自己 大概常跟田贤们在分享四个字 叫做对号入座 我现在走在哪里 国内国外都会听到他们讲 对号入座了 对自己的号入自己的座 我就会心一笑 这四个字你真的记得了 而且你真的做到了 这一生修道 你不会交出一个空白的事件 因为掌握住核心 修道是在修自己 所以你在修道的过程 你需要千里条条往外去奔波吗 不需要 那前前面会问 那周蒋师你为什么要出去 别人找我 我就要去 信中有爱人之德 找我 我不去 那不就是无事于别人的苦痛吗 那别人不找我 我就家中做 凉凉的看我的书 听我的道理 过我的日子 吃我的饭 如此而已 我也不会去制造很多的问题 来让自己很忙碌 无不为也 这些年我已经不做这种无聊的事了 该做的 我责任负起 轮不到我做的 我绝对不会去乐举 守住本分就好 所以你修道不往里面 我修道 我要到哪里去 我要抛开这个红尘俗事 用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 前面不是提到 索隐行怪吗 哎呀我要人家灌顶 我要师父加持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天底下没有灌顶没有加持 这四个字啊 如果有的话 从燃灯佛就做了 严格来讲 燃灯佛是贤结的第四尊佛 他之前就有103尊佛来人世间度化众生 如果佛能做对众生有益的事情 他置而不做 他就不配称佛 然而每一尊佛都知道 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佛只能提供你助缘 引导你走这一条路 譬如道理的教化 就是佛帮我们的最好的工具 所以佛不能做的事情 会因为时代的一个进步 凡夫俗子就能做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明白以后 你就不会去外面 寻求那些数的动静 补挂啊算命啊 补挂算命从易经来的 易经从没叫人补挂算命 易经里面 古德里面讲得很清楚 过去的补挂是为了国家大事 为了什么整体社会的利益 从没有为一几只谋私的 我算算命看我明天走路 哪里跟哪个方向不合适我 过去的补挂算命 之所以灵验是在于 他是为了别人的 整体的一些的事情在求 比如国家的祭祀啊 国家的所谓的战争啊 他都要补挂 现在人都是求易己的 替你补的人是为了赚钱的 两个人动机都不纯正 请问你 难怪我找了三个人算我的命 三个人出来的都不一样 因为都没有开智慧 他给你的就是 无名出来的东西啊 无名就是 秉持着自己的想法去解解 去讲解一切的道理 所以我们道理明白了 你就发觉 冤枉钱就少花了 所以为了修道而离开了 你做人该尽的本分 不可以为道 什么意思 你会走到所隐行怪 那你所修的道 就不是圣人所讲的道了 离道反而越来越远 所以又引用诗经上的话讲 诗云 罚科罚科 其则不远 直科以罚科 逆而是之 有以为远 科就是斧头的木柄 现在的年轻人 看过斧头的不多 小时候我们要劈财 因为是烧照的 要劈大的劈细的 那几乎都是家里的孩子在做 因为大人有更繁忙的工作要承担 所以你在劈财的时候 不是用柴刀 就是用斧头 那这个斧头的刀柄 用久了以后 它会腐朽 它会破败 因为它是木头的 所以他们要去山上 再去找什么 找一根同样大小粗细的木头 再重新做一个斧饼 那个斧头才能够继续使用 当然我们现在就有专业的制造人 那过去多半都是由家里的人 自己去做的 我印象很清楚 小的时候斧饼如果松了 我们会在斧饼跟那个饼刀的地方 它是一个圆缝 在里面塞一些的木片 让它更为紧 我小的时候还做过这些 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外面砍一根木头来做 就是当我们需要 而斧头不合适用了 暂时给它修理一下 先把今天的家事给做完 砍木头了 所以我法科就是 我们要去找一个木头 来取代手上这个斧头的伏笔 直科就是我拿着这个木头 要做一个样子 我去找这个木头 找这个木头的时候 找来是不是合适 我一定会拿那个木头 外面的树木 跟我手上既有的伏笔 去做一个比较 逆而视之 就是看一看啊 这样大小粗细啊 是不是刚刚好 你看东西的时候 要东西做的细致 你可以这样子用逆而视之 前前门看人 不要这样看人 眼睛的眼神 最容易显示我们内在 有多少脏污的东西啊 所以孔夫子讲嘛 观其谋 人烟收灾啊 你要教朋友 看一个人眼神就知道了 眼光闪烁不停 然后眼眸不振 那这样的人 您就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吧 当然如果是天生的斗鸡眼 你就不能这样去衡量了 它是一个天生的器官上的瑕疵 这次讲我们在待人的时候要有一份恭敬心啊 我们拿着一个符柄去找一个合适的木头来雕琢 骑则不远 这个符柄握在手上 对不对 你带着这么一个标准去找另外一个东西 这么近去找 还很难去找到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后面讲嘛 只可以罚歌逆而视之 有以为远 你拿了一个标准去找另外一个替代物 你尚且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它要隐含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说 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谈我们在修道 其实很简单 不过就我们多出来的脾气 还有习性 不合于良心本性的地方 去做一个修正而已 你不需要舍尽去求远的 假如就认为 哎呀这个道在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出奇的之处 我要去比较热闹人多的地方 通常热闹人多的 以现在的社会的乱象而言 它都比较有危险性的 我去看过几个道场 佛门的也好 基督教的朋友在基督教里面 我早期也是个研究过一些的圣经的人 读过圣经不要讲研究 那各位前你去看一看 那个只要名门正教 名门正教几乎都是 车前人马西啊 那个奇奇怪怪速成般的 有没有 那就是车水马龙 为什么 因为人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不愿意脚踏实地 都希望用一个速成的方法 解决自己的难题 就像那一个孩子经营当铺嘛 40岁了 那现在垮掉了 那母亲因为看当铺的利润很高啊 所以跟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 大量的去鼓动他们投入这个行业 大概给你借两分 我放四分 对不对 现在一出问题了 那个排山倒海的泽南 那不是一般人承担得起啊 可是即便到这样一个关头 一个没有学到的人 一个义里没有扎根的人 不要光说没有学到 我们学到你义里没有在里面 落地生根的人 那个讲出的话不能听的 他们在传说那个话给我听 你们也没有什么赔啊 过去的十年 你们也拿了很多利息回去啊 说不定本钱都回来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骂的 他们跟后学一讲 后学就笑了 我说暂时不要来见我吧 因为这样的人 我没有话可以说啊 因为死到临头 还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 各位前贤 还有什么义里可以沟通 所以前贤们要去注意 当我们读到什么样圣的话 让我们有一种盲刺在背 盲刺在背 就是怎么听都不舒服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在这个地方有致命的要害 所以当圣贤的要投下来的时候 我们难以承担 我看过好几次了 那圣贤的道理是什么 是包罗万象的 是巨细拟移的 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最过错重的 当圣人投药的时候 我们会反弹 那就要小心 你接受小的 接受小的指证 大的一个指摘 我一概不受 我没有错 那没有错 无碍于圣贤的道理 你的真实性 只是妨碍到了自己的生死大事 所以当你只想速成 尽速去累积自己的钱财 你不由道不寻道 现在讲现世报 你马上就看到 隔了十年 算是马上吗 各位前面有没有想 你回过头来看 以后学这个年纪 62岁了 我看我过去的62年 我真的觉得 就是一场大梦 不知不觉就长大了 不知不觉就老了 不要讲长大了 讲长大很多人会抗议 因为您已经不只是大 已经有一点老了 所以我们如果 对于道有确切的一个生性 我们就一定会随着 圣人的脚步 安排自己修道的过程 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好奇 却不肯按部就班的 依循着道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最后一切的作为 离道原语 因为他以道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法科就是代表 你往里面改习性 画秉性 既是改自己的习性 画自己的秉性 你不看自己 你看别人有用吗 你帮别人改 自己就得到进化吗 没有 所以君子以人制人 改而止 这句话它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 做一个学道的君子 他要去什么 改变别人之前 要去影响别人 不要给他太高的城墙烂掉 不要给他太高的标准 这是我早上跟前嫌提的 你要懂得因财施教 通常我们要引导一个朋友 或者一个家人来佛堂参班 你会巴不得所有的班他都参 而你忽略到这个班旗他合不合适 结果过多不合适他的班旗 会让他觉得 我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我得不到我所需的 久而久之 他就乏味了 这个叫做因财施教 佛门叫做关机斗教 不同的人 包括他的学士修养 包括他的工作时间 你要针对他的所需 你才能够提供他最适当的 一些修行的方法 否则过多的东西的在堆砌 会造成人的一个负担 求好反而不得其好 所以以人治人就是 你看到一个人 你要去影响他 那么你也不过就是救他 在立身处事 凡有不合于良心本性 不合于道德的地方 去加以指正 帮助他去做一个调整 就好了 令其改而已 那真正我们要去做 一个行为的修正 他的前提 各位前嫌 一定是先引导他去忏悔 我遇到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坤道人家 三十出头 他早期 他很年轻就跟着学佛 所以也听到很多佛旅 他听说念普门品很好 对于生儿育女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在结婚以后 就天天念普门品 后来就生下一个 相貌端正的女儿 他心里就不满了 佛法不灵嘛 不是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吗 我要男的 他怎么给我女的呢 不灵了 然后这个女儿 在抚养的过程里面 会偶尔有一些感冒啊 那不是说身体健康吗 那怎么这个孩子 他还会感冒生病呢 所以佛法不灵 从那以后 他就不研读了 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孩子已经六岁了 六年多没生孩子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 男的传宗接代 所以压力来了 可是生不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生殖的器官 有了阻塞了 所以要去做很多的医疗设施啊 他就很痛苦啊 他就很老实跟后学讲这一段 我就笑了 我说你怎么不这样去想 你命中没有儿女的 因为你的诚心 所以上天给你一个女儿 那给你这个女儿 也如你所想的相貌堂堂 真的长得很干净 他也跟我说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个脏的体液很少 怀孕的时候这样子念经 确实会有这样生残的效果 我说人吃五穀杂粮 你又是养育第一胎 有个小感冒 有那么严重吗 这就表示你 一直把佛法当成一个 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 当你求不得的时候 你就怨言 你就怀疑佛法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又希望怎样呢 所以各位亲戚 在你我学到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在某一些时间 我们也有这种不应该的怨气 我为道场做了这么多 怎么今天我有这么多的挫折 我不断的提醒我周遭的每一个人 你今天的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因为你好事没做啊 是因为你做了不应该做的坏事啊 一个容器 你要灌水进去 你不要把那个洞些给补上吗 你不补那个洞一直灌水 它会不会从那个洞流出来 你做的好抵不过你的恶 所以前功后过 竹篮打水一场空 命怎么改呢 因为个性没改 脾气没改 所以命就改不了 那行得好从哪里来 从福报而来 然后脾气如果太大了 福报未必在人道想 哎呀我不在人道想 我在欲界色界想 你做梦呢 人道都做不了了 你还要跑到色界欲界 往下面三二道 三二道里面有一个恶鬼道 去做鬼王 还有一个畜生道 畜生道被人家供养的畜生 不是很多吗 畜生受到的礼遇 不比人道来的更为周全吗 所以上次我不是跟各位前嫌 讲了一则不太好笑的笑话吗 那个妈妈发了一篇简讯 给她的儿子媳妇 我年纪大了 我不要求你们因为我年纪大 对我要特别行笑 我不要求 只希望你们有把对待狗的那一份心 放一半在我身上就好了 你别把我当人看 你就把我当狗看好了 你看这么一个妈妈讲的话 不就点出了色道人心的一个败坏吗 她难道是假的吗 开一个玩笑吗 那个狗大便我常常看到 主人要在后面帮她擦屁股的 你我到了这个年纪 帮爸妈帮公婆擦过几次屁股啊 擦狗的屁股心甘情愿 擦人的屁股恶心万分 狗与我们无恩无德啊 你如此疼爱他 那与我们有生育养育教育之恩的人 我们视若无睹 这样的一个修身处事 你外面做的再多 请问你有效吗 你的命要从何改呢 所以这种老生常谈的话 却是你修到一定要去琢磨的地方 因为孝替野者其味原之本语 本利而到生涯 从小孝扩到大孝 从小爱扩到大爱 都是从一个点 成为一条线成为一个面 然后包罗什么万象 弥罗天地之间 那个新量的扩展 一定是由近而渐渐往外的 我们对自己可以律底秋双绿 但是对于别人 只要别人肯发心改过 他知道错了 他慢慢的调整就可以 不要忘记太过 给他太高的标准 就像孩子考试 他只能考80分 他考81 你就要给他放鞭炮 他只能考40 他考39 你就要额首称秦 已经不错了 离标准也不过就一分 可是往往我们看不到 自己的贪得无厌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我们就会希望别人做的 比我们还要好 因为看自己当局者迷 看别人旁观者倾 别人的过错历历在目 自己的错误从来视若无睹 习惯了 因为我们天天照镜子 照外面的自己 所以我们觉得自己美 就依着自己去找自己的那一半 所以有夫妻像 因为天天看自己 所以你看得很顺眼 所以从来不会察觉 在这个自己上面 有什么瑕疵 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照的功夫 如果不深刻 你根本照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后学在跟他们分享的道理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 很不错 五十多岁的父道人家 大概五十三吧 他说他父亲去世 那母亲跟着 哥哥在住 那当然看到了 自己嫂子的那样的一个张狂 所以他不忍心 妈妈在那个地方寄人篱下 就找了一个理由 把他妈妈接到家里来住 这个孝心可以感动天 对不对 我们常常不都是 有那么一点的那种 良心发现 想要做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难就难在后面 把这个老母亲 请回家后就发觉 不是给他三餐吃而已 因为他念念叨叨 除了睡觉嘴巴不停啊 所谈的都是他的前程往事 所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他女儿跟我讲 他不耐烦 他没有想到 他给自己找来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麻烦 所以我们也不要怪年轻人了 老人也要稍微检讨自己 没有多少年轻人 喜欢听我们的城墙烂调 讲现在没有一样记得住 讲过去历历在目 有个老人家跟我讲他媳妇 他说哎呀我样样都好 就是媳妇不好 我说媳妇不好 这才会有种美中不足的缺陷美啊 样样都好 那你这身太顺遂了 旁边有好的就够了 不要要求那么多 所以不用给别人太多的一个要求 适当就好 所以我们在讲太上感应天的时候 后学补充这份资料 工人之恶物太炎 要私其看寿 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脾气毛病 你不要有没有把他全部一股脑全挖出来 你要学现在的医学 嗨我们心脏有问题看心脏科 心脏科他检查完心脏没问题 那我什么地方好像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你去看什么肠胃科 他绝对不会说那我顺便帮你看 各司其者 看病我们是要一生能够完完全全的 掌握住我们的身体状况 但是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 他身上如果千疮百孔 你先塞一个洞就好了 你每一样错都把它弄出来 他会觉得情何以堪啊 难道我就没有一点的好吗 所以司其看寿 就讲一两个他目前能改的 提供他做范本 然后等他改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过减掉了 他的智慧又开了 心量又拓展了 我们再跟他提供下面的一个盲点在哪里 这个叫做循序渐进 所以教人之善物过高 要当使其可从 像孩子读书嘛 他只有四十分的资质 你要他考六十分都强人之所难 那你何况还要他考 九十考一百 你逼死他也没有用 可是往往我们都是 用这么严格的标准要求别人 我也犯这个毛病 我也不希望孩子老是在及格边缘 可是我都忘记了 当年我的文科确实一等一 我的数理也是惨不忍睹满江棚 显然很难去看到有一个蓝色黑色的字 往往都是红色 这个红离六十还很远 因为数学被老师不知道打到多少回 万金油绿油金就是我的常备读书的功课 功课的道具啊 可是当我们为人母 去要求自己子女的时候 却忽略掉了人生都有长短不齐的地方 我们想把它拉成其头的平等 你在家里这样做父母 你会让孩子觉得压力很重 我们如果这样去引导别人 只是让别人离我们越来越远 因为你的要求他做不到 弄到最后就去找一些光怪路里 他做得到了 给人家灌顶啊 给人家加持啊 他认为这样子就可以一夕可登佛果 那不就是由我们把它逼到那条路吗 所以古人说 人虽至于亦之责人 再笨的人 他都还会责备别人 他还会看到别人的错 再笨哦 然后人虽极致亦多数己 再聪明的人都知道 原谅自己是给自己会讥小过 成大过的机会 他明明知道这样的道理 可是面对自己的错 总找出很多的理由 去做堂塞 去做推托 去做修饰 这叫做数己 所以以这两句话是讲什么 是讲人都是对别人过度严苛 对自己过度什么 宽容啊 所以圣人教我们反其道而行 常以责人之心责己 你要求别人那么严苛 你用那一颗严苛的心 来要求自己 数己之心数人 不是总给自己有改过的机会吗 就怎么容不得别人犯一个错呢 所以把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 拿过头来也以律己 不患不争圣贤地位 在这么一个严苛的砥砺之下 自我叮咛之下 你很容易达到圣欲贤观啊 那修己之人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你不要去管别人 你正己化人的意思 你把自己管好了 你把自己管好了 调理好了 你内在的德性 很自然的行诸于外了 别人自然而然会靠近你 他会向你去请教一些问题 他会告诉你他的疑难杂症 他会希望你帮助他 所以我们改变自己 不就影响到别人吗 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你的行为是你能控制的某件事 没有问题吧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吗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应该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我在教那小朋友吃饭 我说一个有头脑的人 会让他的手该动的时候动 脚该动的时候也动 一个不聪明的人 是管不住自己的手跟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应该要用手拿着碗去吃饭的 你要叫你的手这样做 手也做了 表示你是聪明的人 你要叫你的脚不要乱动 吃饭要坐在位置上 不可以跑跑跳跳 如果你的脚不听你的话 你饭碗摆着 你脚到面乱窜 就表示你不够聪明的人 我就问那小孩 你要不要做一个聪明的人 我要 那要要怎么办 管住自己的手 端起饭碗 管住自己的脚 不要站起来乱跑 OK 念的真的是六字大名咒 一教就会 根气非凡 结果爬了三口饭 手不听话 脚不听话 又跑了又窜了 怎么办 没怎么办 叫过来再讲一遍 理解吗 教别人是这样子的 不要指责 教自己就不行了 教自己要很难堪的 我连我的手 我的脚我都管不了 我还有自信做主吗 奴才来当主人呢 你这个身体就荒腔走板了吗 所以我们人只是要求自己 正己而后化人 当我们能够修正自己 德涌现于外 那他人的行为就变成 你能影响的某件事 我们去雕刻别人 疏于培养自己的德 所以我们影响不了别人 我们自己也没有成就 那今天我回过头来 改变我自己 对别人无言 反而就在这样潜移默化里面 对方有了修正 所以修到行到最后 真的是无言了 没啥好说的 自个做就是了 所以我们那么多人 在讨论完之后 他们就发表心得 都觉得自己 好像从来没错 都做得蛮圆满的 怎么这一堂课听下来 发现自己这一路走来 荒腔走板了 我就笑一笑 我说答案你们得到了 所以你看明白道理 人就会改变自己 不明白道理就自以为是 看不见自己的过 所以忠述为道不远 那讲整个修道跟半道 内圣跟外王 他对内无非是忠 忠就是把自己的良心本性 发挥的淋漓尽致 敬己之心 畏之忠满 你把你那个天父的 人民的本性 里面所涵盖的一切 万善美德 把它发扬于万 然后谈万善美德 如果以儒家思想而言 只是一个人字而已 人如果发扬出来 欲父尽孝 欲子尽慈 对朋友能守信 从一个人就有三纲五常 就有五轮八股 因为那个人就是一个道代表 术就是你有一个推以之心 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他讲 施诸己而不愿 亦勿施于人 别人家住在我身上 让我不乐意的事情 我就不要把这个相同的言语 跟行为放在别人的身上 这个术就是有一个 同理心的展现 换句话说 愚人尚且责任 智人尚且竖己 那你今天就是 要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不要轻易放过自己 然后你对别人 你能够了解 人都想宽容自己 要求别人 那你对别人的行为 就不会有过多的指责了 所以如果我们 不照这个方法去做呢 你要求的过高 超出他能力负担 最后就是两个结果 他走道 旁门走道 第二个 他觉得修你这个道 他好辛苦啊 他好我不要走 我不要写 所以我们下课的时候 他们就问 修道一定要面面都俱道 我说不必 你先把眼前哪一个 最容易做的 你可以做的 把它做完就好 不需要一步达成 因为没有人可以一步到位的 要慢慢来 否则压力太重 产生反弹的力量越强 它未必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一个真正 根气力的人 我们没有给他 很高的标准 去引导他 或者对一个 根气不太力 有点顿的人 我们耿他很多的要求 这个都是不算教人 最后笨的人觉得乏味 你的东西太简单了 我要学微积分 你教我一加一等于二 然后那个笨的人觉得你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 因为我只知道一加一两个指头比出来十一 那你偏偏要教我一加一等于王 他听不懂 所以他也离开了 所以没有教不来的人 是因为我们不懂人 我们教不出来 所以圣人教我们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当我们内在修行的 不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 没有火候 我们是要沉淀自己 再往里面深度的关照 当我们于外想要成全别人 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的时候 你也要回过头来看自己 是不是我给的东西 过于不及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中数为道不远 吃诸己而不愿 悟义悟失于人 你内圣外亡 你要懂的那个技巧跟方法 所以孔子接着讲 君子之道四 秋未能一眼 要行 要做修道 要圆满四件最基本的事情 因为天道从人道显现嘛 那人道里面就是 父子 手足 朋友 兄弟 父子 夫妻 对不对 然后还有的君臣 那注意这四件事情里面 他并没有谈到 上位的人君之道 他是谈到下面的臣子之道 原因在于我们孔夫子 他是不在位的圣人 他不在其位 则不谋其正 所以人君之道 他不谈 他谈人臣之道 人臣之道 就是今天 你我在社会上 在灵里 在道场 我们做人后学 做人晚辈的 一些的道理 孔夫子很自谦啊 饱满的道碎 必然是低垂的 他说真正要做一个 合格的修道人 有四件事情 要做的圆满 但是恐求我 一件也做不到 你看到多谦卑啊 所以我有时候 在看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慨 早期我认为 我的孝道做得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太好了 前无古人 前有古人 后无来者啊 这些人呢 在显思之下 有没有 就觉得千疮百孔 太多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我总觉得我这一生 最骄傲的事情就是 哎呀 我做一个人子 我做的真的不比别人差 我很沾沾自喜啊 所以谈孝道 我可以面不改色 不论谈娘家的孝道 谈婆家的孝道 我觉得我无愧于人啊 可是这两年 省思下来觉得 哇惨啊 怎么有那么多的一个 不及格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道理 越研究越细微的时候 你观照的地方越强 他推的时间越远 过去沉淀在你 记忆深处地方的东西 他在一句话的 发放出去跟人交谈的时候 他猛然就唤醒你 在这个地方上 你曾经犯了错了 只有在跟他们谈到 这个五行的时候 谈到了我先生 他曾经得过的胃食道逆流 现在已经安然无恙 三四年的被这个病的一个缠绕 我从来没有把我放在那个里面 结果在跟朋友沟通的时候 才发觉 哎呀惨了 他会不会是对我有积怨 怨在心 然后化不掉 才引起肠胃系统的一个不舒适嘛 因为他是一个很能 他在各方面做人处事 我还是那句话 我是那一句不必轻的 后学的先生的德性 少见哪 真的少见哪 我看能够媲美的前道有没有 我手推我们丁奖士 你们两个摆在一起 我是觉得堪于匹配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有胃食道逆流 工作上没这么大的压力 我才想到没有学到以前 给他的灵乐啊 过去种种 历历在目 很难放 很难放的原因 不是他可不肯放 是我学到以后 也没有斑然改悔呀 我有的时候还是依然顾我啊 所以旧恨胃除 心愁又上来 难言的苦衷有没有 日积月累 那个肠胃 那个胃就破了 所以觉悟到 今世而作非 立刻发封简讯 我说忏悔呀 今天才亚然惊觉 原来你的肠胃的不是 我有责任啊 跟你犹新的抱歉 回了一封话 好像完全没有否认我讲的是不实在的 现在想到还不晚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谈君子之道是 所谓的这个指道 成道 替道 朋友之道 到底孔夫子做得好不好 或者他认为他不足 他不足的地方 是真实的吗 那这些的内容 我们在下堂课 再跟各位前行来做分享 感谢天然师德 谢谢各位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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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